參加今年超了煤腹部超音波檢查的民眾 認為趁著做免費腹部超音波的機會 了解有沒有肝臟方面的問題 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那我一次在去年的時候就來過 這裡參加這一個檢查過 原由是這樣來的 那今年的話是因為 我覺得去年感覺 每年做一個定期檢查的話 但因為對我的幫助是有的 所以我今天又特別在注意這個活動 那我們就來幫忙參加了 覺得人員服務人員都很親切 動線也都很明顯 對整個流程都很順暢 那你覺得做這個檢查對你很重要嗎 可以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然後因為可能之前不確定說是不是有問題 那藉由這個檢查就可以發現自己身體的異狀 醫護人員對病人都很好 然後所有的工作人員一個接一個 整個流程都很順 而且很快 感覺很好 根據衛福部公布112年國人十大死因統計 肝癌已經連續44年 位居十大死亡原因前兩名 因此響應2024世界肝炎日 衛福部基隆醫院連續第三年 特地合財團法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舉辦2024今年超的煤 全民免費腹部超音波檢查活動 維護民眾身體健康 拆取網路預約 100個名額 短短兩天內就全數而滿 可見民眾對於自己肝臟健康的重視 那我們這個篩檢提供100個名額 在7月10號我們開放網路報名 很快不到兩天我們就額滿了 可見民眾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 我們都知道肝癌的演變 它是一個漸進式的 從慢性發炎 纖維化到肝硬化 最後是肝腫的 肝癌呢 在我們十大癌症裡面 已經連續44年 都是前二年 所以它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不可小虛 肝臟是一個沉默的器官 有時候只是一些無力倦怠 但是有時候肝臟它本身就已經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民眾 我們這邊呼籲 可以利用我們的成人健康檢查 來檢查看看自己有沒有VC肝 因為VC肝尤其又是造成我們肝癌的一個重大危險因子 那我們在這邊也呼籲民眾 平常養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不要熬夜 有充足的睡眠 同時攝取新鮮的食材 不要酗酒 不要抽菸 有適度的運動 讓我們一起來守護肝的健康 衛福部機動醫院方面表示 這次活動篩檢出有高達七成的民眾有脂肪肝 肝腫瘤有兩人次 腎腫瘤兩人次 皮脹腫大一人次都已經轉介輔導就醫 機動醫院也建議年滿40歲以上的民眾 不管有沒有B肝或吸肝 每年都應該進行一次腹部超音波檢查 如果是B肝或是吸肝代言者 至少每半年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檢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